我不知道大家想像中的情報工作的人員 會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一定不會是說非常的 當然也不會非常的台獨 他不能這樣 他就沒辦法跟對方的人接觸 如果他非常的是支持台灣台獨的 他基本上到那邊 他能夠交的朋友就是會是同溫層 但他也不可能是言必稱領導 言必稱不斷吹捧中國 因為這樣子別人會覺得你很奇怪 怎麼突然之間來一個台灣的學者 你一來以後這個舔中舔共 然後要一直黏過來的那個企圖 那麼明顯 誰會去用這樣的人當間諜 誰會去你最好的一個間諜 我相信大家的ABC會有 就是他是一個看起來很中立的人 看起來是好像跟政治無關的人 那平常不會去特別這個 好像在這個這個地方去這個上下起手 那這樣他去接觸的時候 他用學術的方法去接觸 或是說他是宗教 就用宗教的方法接觸 或是說他是這個 這個其他的各行各業的 他都是那一頁的那一個各行各業的精英 從那個角度去的時候 他講的好像是專業 但他從背後來開始想辦法去建立他的組織 這個是一個你要不找痕跡 慢慢把自己的這個情報工作 布建起來的一個必須要的這個工作嘛 所以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 他這個舔中道那麼明顯的原因是因為你這樣子如果還是間諜的話 那我相信我們國安局要打屁股啊 你怎麼你怎麼去培養這種人當間諜 你這個不就我們的間諜有必要去說讓人家一看就說你該不會是間諜吧 2012年就開始 他沒有可能會去做一個讓人一看就說你怎麼整個年過來 你是不是怪怪 你是對方派來的嗎 你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情報工作的ABC不會去犯的錯誤 如果真的這個人最後被發現是是間諜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國安工作大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他在2015年成立那個什麼中歐政經研究所 然後他最活躍的那一個期間應該就是前面那幾年 我們看他辦很多活動 大家不要忘記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六年是馬英九執政 馬英九執政他為什麼要派間諜 我一上 我一進入外交國防委員會 我第一件事情跟國安單位確定的就是我們過去幾年來的這一些情報工作跟國安工作 所以他說是臺獨間諜啊 所以我要先 我要在這邊先釐清 他講的這個在馬英九 民進黨策動的間諜 所以難道民進黨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他有辦法滲透國安局 讓國安局去用民進黨的人去當中國的間諜嗎 在馬英九的時代根本跟中國水乳交融 他我們是全部打開讓中國滲透的 然後哪有我們要去滲透人家 我們最近這五年來從蔡英文總統執政以後 重新建構我們的情報網 跟其他國家的這個即時的這個合作等等 才好不容易把過去荒池廢池的 那一個情報工作重新建立起來 變得比較把它當一回事 馬英九的時代根本不把情報當一回事 怎麼可能還派人去那裡什麼吸收學者 馬英九要吸收學者 你你那個那個你叫馬英九出來承認啊 說我以前的確就是我想要滲透中國 他以前根本不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故事非常荒謬 經不起檢驗 你太誇張了 你難道馬英九叫他去辦一個什麼研究所嗎 不可能啦 有個最新的消息出來 就是說捷克媒體 在去年十一月 早就報導了 對 查爾斯大學名義 被私人公司濫用 仲介中國學生到捷克 就是說鄭宇清是未能 畢業的博士生自行成立中歐政治經濟研究所 替中國宣揚一帶一路 歐盟 歐洲跟中國的關係 甚至冒名仲介中國學生 每人抽取一成的仲介費 所以他 他是兩千零六年的時候 去念查理士大學的那邊的研究所博士班 但是他們博士沒有畢業 所以他沒有取得博士資格 換言之他要當什麼教授 那個是有點不太可能的 可是捷克媒體去年就報導過他啦 因為他那時候引起的糾紛是這樣 因為他後來在2015年的時候 成立的叫中歐政治經濟研究所 那聽起來是研究所對不對 但我們說穿了 他就是公司 再講更白話叫補習班 他是私人機構 所以他叫做補習班 他其實不是學校的教育機構 那所以這個補習班當然需要招生 所以他用個研究所當的名字 然後去拐中國級的學生來上課 所以他才會引爆糾紛 說他仲介了很多人